Hello 大家好 我今天會示範做五級惡理考試卷的2023Paper A 開始之前麻煩你like 訂閱這個頻道 分享這個影片給你的朋友 還有如果有哪一題解釋得不清楚 你可以留言告訴我 我下次做影片的時候 可以知道哪些地方應該要解釋多些 我們現在開始吧 第一部分就是跟節奏有關 1.1他就問你這樣的 這個樂譜就漏了time signature 叫你選一個正確的給他 就是這樣 數一下這裡音符的時值 總共有多少東西 可以組合那些小粒音符 這裡兩粒十六分就是一個百分音符 這裡兩粒十六分也是一個百分音符 這粒本身也是百分音符 我找到這樣一群組 這裡已經自動幫你分開 它沒有編在一起 所以這樣是一群組 我看到三個百分音符一群組 我就開始猜它會不會是復拍二 可能後面也會是三個百分音符一組 可能也是這樣的樣子 看看是不是 這裡十六分 這裡有長音符 可以分開它 先分開它 分開做兩個十六分 現在這個十六加這個十六就是一個八 這個十六加這堆東西 這裡兩個合體就是一個十六 這兩個十六合體就是一個八 這裡又一個八 一二三 又是三個百分音符 就是複拍子的六個百分音符 一二三 四五六 有些同學我就 不是畫音符 他們喜歡寫的 十六分就寫十六 十六 十六 十六加十六是等於八 我們這個方法 十六加十六也是八 這裡有八 找到八八八就很開心 因為猜到是複拍子 之後又嘗試找八八八 找到八八八 你群組合過去 就找到一拍 現在就是六八拍子 這一個二 這一個三個四分音符 這兩個四分音符 這兩個八分音符 你也可以一下記得是四分音符 所以 這兩個八分音符 你也可以一下記得是四分音符 四分音符 有些四分音符的組合 你記得它 你看到四個十六分音符 你不要再慢慢數一下 一下就認得是四分音符 這十六分音符 有很多常見的組合 有這個 可能有 這樣 你自己都可以看到 你可以嘗試組合 這些有時候都會看到 你全部都是四分音符 其實都是這個十六分音符 變化出來的 所以 剛才這個 負點八分音符加十六分 如果你最好一下認到四分音符 你做這題就很順利 我們繼續 這裡前面有兩粒 已經 這裡停休息八分音符 走回兩個十六分音符 就是一個八分音符 這裡又一個八分音符 這塊加起來 又是四分音符 三連飲 三連飲 不要管它 如果你不熟悉 你可以從後面看回頭 如果遇到不熟悉的東西 這個又是四分音符 我們有一二三四 還加一些東西 一定不是四四 我有六四和五四 給你選擇 你猜一下這個是什麼 最好就不用猜了 剛才我們溫習過這個 加多一個你應該要記得 你看到三個八分音符上面有三字 這個三連音其實都是一個四分音符 每一樣東西都是一個四分音符 長度一樣的 這對音加起來 Time value 時值是一樣的 這個就是這個 這個三連音也是一個四分音符 一二三四五 五個四分音符 好 嘩 這裡很長 可以慢慢做 這個 負點四分音符 加八分音符 你要認得它是兩個四分音符 為什麼要認得呢 其實跟剛才這個一樣 我畫在那邊 這個和這個的變化 我將這個 畫大一倍 一倍 平時是一拍 現在變兩拍 這個呢 八分音符 我畫大一倍 就變成四分音符 有點 Dotted 16分音符 畫大一倍 就是八分音符 這個 就是二分音符 我這兩個又畫大一倍 你看這個 和這個 就是我剛剛說的那樣 就是這個 這兩粒 我就知道是這兩粒 這裏又有一粒 這個你認不認識 這個三連音 我去這邊看看 剛才我不是把這個 畫大一倍時間 變成面臨 那我把這個 嘗試一下 全部音符大一倍 現在我這裏用著 規劃 成大一倍的那個 time value 就變成 3粒 加3 那又是這個 就是 上面和下面是一樣的 這些是一樣的 這些自己是一樣的 隔離這邊是成大了的 我想告訴你 應該認識這個 是等於這個 那你做這題才會認識的 是不是 這個 就是這個 那我們現在在數4分音符 那我先數4分音符 就是不想它 變回了兩粒 這裡又有一粒 有三粒 好像都是三粒 三粒一組 好像是複拍子 後面呢 4粒16分又是4分音符 這組的加起來是兩個4分音符 又有三粒 9百 1 2 3 4 5 6 7 8 9 9 9 8 9 4 9 4 9 4 講錯了 9 4 1.2 這題呢 這次是叫你 複拍子轉單拍子的 compo time轉 simple time 首先呢 你要知道那個time signature 轉做什麼先 你看一下那些答案 有沒有可以讓你選 如果三個一樣 你就不用想 這次有2 4和3 4 給你選 那你應該要知道 這個複拍子上面 上面那個數字 會是6 912 我們都叫複拍子的 即是呢 你要見到6 你要知道 首歌本身是數2拍的 見到9字 你要直覺知道 是數3拍的 見到12 你要直覺 即刻想起 首歌是數4拍 見到6字 就要數2拍 見到9字 要數3拍 見到12 要數4拍 現在我看到6字 現在我看到6字 我這首歌其實都是數2拍 所以我就要選2、2、4 就不可能選到3、4 我就否決到一個答案 我畫給你看 我畫給你看 為甚麼6、8 是會數2拍 6、8 即一個小字有6個百分音符 我知道它是compound time 上面的數字是6、92 一定是compound time compound time 這件事的意思 就是這些拍不是真的一拍 它是小拍 它們要合體成為真正的一拍 一定是三粒合體 三粒合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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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裡就有一拍 兩拍 真正的一拍音符 就是將這三粒加起來 就是用Dotted Quartet 現在我副拍子要轉做單拍子 我就撕走粒點 就變成這樣 我要想回真正的Time Signature 現在有兩個四分音符 會變成24 這樣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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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會想到是24 600 就要轉到24 然後其他怎樣轉呢 通常都是那些沒有了的三連音、二連音那些細數字 沒有了就要加回給它 複拍子轉、單拍子都是要加的 有時候要減的 還有有時候會有 不如我這裡直接做一次給你看 通常有些什麼要改呢 首先那個拍子記號 24就要轉600 34就要轉900 44就要轉128 上面的數字最重要的 2要轉6 6要轉2 那些音符呢 如果simple time 看到一拍音符 去到複拍子 你加點 就可以了 你看到兩拍音符 那你就要 都是這樣加點 反過來 如果compound time 你有點 你就要變成沒有點 有時候 看它叫你怎樣 哪樣轉哪樣 有時候 simple time 這些一拍分兩份的音符 去到就會加二字 simple time 看到三連音 去到複拍子 就要撕走三字 那你看一下 通常都是加字 加數字 減數字 加點 減點 這樣的 所以這個呢 這個你不用想的 你看它兩個答案一樣 那你要想這個 究竟這個 哪一個做得對呢 就要加三字 複拍子 見到三連音 即是三個百分音符的組合 這個 我畫過你 就是這樣 把這兩個變成一個長音 這個就是這樣 1.3 它說呢 在98的拍子記號裡面 有幾多個dotted quartet beat 有幾多拍是一小節 那你自然反應 見到九字要數幾多拍 看見九字要數三拍 不用想的了 要馬上知道是三拍 那為什麼要這樣呢 又解釋一下 98這個拍子記號 一小節有九個百分音符 由於它是複拍子 Combine Time 你就要自動知道是三個合體 三個合體 三個合體 這樣是一拍 第二拍 第三拍 那我 這個是分開了的一拍 將它合體 成為一個大粒音符 就是dotted quartet 第二拍dotted quartet 第三拍dotted quartet 是不是dotted quartet 他問你一個小節 有幾多個dotted quartet 是不是三個了 但不確定應該知道 見到九字就自然反應是三的了 將數字除以三 B 他說這個是double dotted quartet 是equals to幾多個semi規法 慢慢數吧 double dotted quartet double dotted 這點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本身沒有點這個音符 第一個點叫你加這個音符的一半 這個四分音符的一半 quattlet的一半就是quaver 第二個點叫你加這個的一半 就是semiquaver 現在叫你數一下這裡有幾多個semi規法 我這裡有一個 這裡有兩個八分音符 就是一個八分音符 就是兩個semi規法 這裡有兩個 這個四分音符 就等於四個semi規法 這裡有四個 總共有幾多個semi規法 一二三四五六七 七個答案就是七 1.4 這次很複雜 他問你 這三個小節彈出來都是一樣的 不過grouping錯了 有些 什麼是grouping呢 就是你看看他有什麼不同 這個位置不是分開了 但是這裡他又連起來了 那究竟應該連起來還是分開呢 這些邊 是否應該邊在一起呢 有些應該要邊 有些不應該邊 那誰做得對 那什麼叫對呢 就跟拍子記號有關的 那現在是12、16 就是一個小節有12粒 十六分音符 那我先畫出來 那它是幅拍子嘛 就是三粒小拍要合體成一個大拍 所以我畫的時候 我都分了三個三個分開來畫 那屬於同一拍呢 它們就可以搭在一起的 那個邊 那不屬於同一拍呢 就不要邊在一起 就是這些位置要分開 這個第一拍 第二拍 第三拍 第四拍 可以這樣很順利地圈出來的 那什麼叫不順利呢 如果它這個 中間這裡 這樣搭在一起 那我想圈這個第二拍的時候 就撞了 給這條線 那這些位置就叫做 不對了 那我嘗試在那邊的譜 可以這樣圈到 4組 3粒16分音符出來 好,開始了 這裏呢 2粒32 1個16分音符 2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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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粒是16分音符 但是呢 它屬於同一拍 就不應該分開了 這個位置 屬於同一拍要邊編嘛 那它不應該分開 所以它不對了 那它呢 就反而對了 你看 同上面一樣 這裏都可以分開 可以圈到 然後呢 它同一拍裏面又沒有分開 所以這個就對了 這個又不對了 我們只看頭一拍就知道了 它不對了 為什麼呢 它把這裏 拆了的音呢 它畫成 用了一個音符表示 那我這裏 十六分 一粒十六分 兩粒十六分 這粒是十六分 加了少少東西 又連了少少東西 所以我這裏 因為我畫不到 圈不到第一拍出來 第一第二拍中間 比這個音 比這個音差異了 應該這個畫法才對的 那我就可以畫到第一拍了 那我就否決這個答案 所以只有一個答案 我圈了第二拍給你看 第二拍我就這樣 由這裏開始去到 這裏就是第二拍了 中間這裏我分得開 它分不開 這裏又是三個十六分 這個位置畫得不錯 又給了一個圈 這堆東西加上第四個 第四組三個十六分 畫到四個圈 像這裏這樣 所以只有第二個答案 1.5 它這次又是grouping 不過說那些優子符畫得對不對 那些音符就對了 不改的了 但是優子符是錯的 有時 它就問你對還是不錯 即是那些優子符 那什麼叫對呢 又跟拍子記號有關 現在是3.2 一小節是三個二分音符 這個三字就是simple time 這個就是真正的一拍 第二拍 第三拍 屬於同一拍的應該也是這樣給我圈 那3.2 有時如果它屬於同一拍 即是如果這樣彈了一個一拍 那你休息回一個一拍 這樣很合理 但是如果它彈了一個半拍 之後要休息一拍加一半 那你就要先休息了一個八分音符 然後先休息一個四分音符 即是它一拍裏面 又要圈到第一拍 圈到第二拍 如果用優子符 這樣才是對的 如果它畫成這樣 優子符 這個也是錯的 它基本上都是問你這幾樣東西 好,看看先 我們試試可不可以圈到 一個二分音符的拍出來 應該有三個圈的 一個小節 這裡一拍加兩個 不是一拍 四分音符加兩個八分音符 就是第一拍 那這裡有優子符 你不要管它住 因為它可能不對的 你看完後面 看回船頭 這裡四粒八分 就是第三拍 就是這一句圈 那這裡是屬於一個圈 但是它這個優子符的畫法就不對 好像我這裡剛才說 如果是休息 一拍裏面 都要分到兩個四分音符 如果我這裡想圈一個四分音符 就圈不到 給這個頂住 因為是錯的 應該要怎樣畫才對 這裡要是這樣的 這樣就圈了 這個四分音符 這次要畫成兩個八分 才是對的 大家習慣了規矩 要是這樣的 不能破壞規矩 所以這個錯了 我畫下面這個是對的 第二個小節 這個 它是對的 這裏負點四分音符 加八分優子符 是一拍 這裏八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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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第二拍 這裏整個都是二分音符 很清楚是對的 好 這個呢 剛才不是見過 剛才見過的 這裏 就是這個的變種 這個 這個三連音 如果前面兩個四分音符 用一個長音演奏 後面這個又休息回去 那是不是跟這個一樣樣子 這兩粒加起來的三連音音 就是這個樣子 這裏整多東西加起來是一個二分音符 這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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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有個二分音符休息 休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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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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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呢 他要用三個不同的休息去akerため分解表示 如果不是就不合規矩 就是這樣1點5回問你的事 拍子呢 我就覺得很麻煩 要懂很多這些 要認識很多這些 3連音啊 二连音等于什么 还有 拍子记号 Simple Time和Combine Time 要真的认识才达到 10分 如果不是很熟 其实都拿到5分 熟了就拿5分 其实比起后面这些题目是复杂的 后面的题目 容易一点 第二部分就问Peach 和音高有关的 第一题很简单 他问你这个是什么音 比起前面简单很多 这个是中音幅号 中音幅号 两个C字夹着那条线 这个音是Middle C 如果聪明的话可以记起 这个位置是下一个C 这个位置是低音的C 如果记得就记起 记不到就数 C D E F G A B C C D E C D 但数有危险吗 如果你在电脑考的危险 可以数错 你放大一点来数 你考试的时候 你按Ctrl加键 可以把图放大一点 现在这题就是E 2.2 2.2 他就问你这个音符 和后面哪个音符 是Anharmonic Equipment的关系 即是他们会在钢琴上 按下同一个按键的 就是Anharmonic Equipment 现在这个是什么音符 Bass clef 这个是F 这个是F 这个是G flat 这个是A Double flat 这个是E shop 你找了音名之后 你就画钢琴 出来 这个是F 现在一个白刀都够用了 那你把音名填在钢琴上 题目是F G flat 现在这个要G flat G flat在哪里呢 先找一个G G flat就是这里 A在这里 A double flat A A flat A double flat A double flat A double flat 住在同一间 E shop 那你就打 E shop 2.3 移钓 做移钓呢 第一件事 看看他叫你点2先 通常就收在这个位 第一句那里会跟你讲了 这次要up Major second 这里呢 有个乐器名 和他的乐器的钓 你可以不用理他 不要理他 接着呢 就看看原本这首歌是什么调 看这个key signature 不要看了这个调 看这首歌是什么调 现在一个声号就是G major 不用理会是否是minor的 全部用major就可以了 现在呢 第二个 之后就完成这条G major音阶 你自己写一条G major音阶 写阔一点 每个字中间阔一点 下一个步骤呢 就是找新的调 新的那首歌应该要是什么调 那就是 G major 他叫我up major second 我就找二号音出来 这个音阶的二号音 就是a 一号二号 a就是我新的调 新的调就是a major a major本身三个声号 现在这里就是三个声号 这个就对了 有时这个位置都会错 那究竟要找哪个音阶做新的调呢 就是 题目叫你点二 一会和你温习一下这个 它有六款的二号音阶会问你 这次up major second 我们就找原本调音阶的第二个音阶 出来做新的调 那你找到新的调之后呢 就完成这个a major的音阶 这一条音阶 画在那一条原本的音阶下面 那这两条音阶用来做什么呢 它是一个翻译的机 这一条音阶 在上面原本的首歌 找到什么音 你就走去这个上面的调音阶里找 找到那个音 下面又会有另一个音 这个音就是 下面首歌应该要出现的音 这样扔上去 翻译了一个新的音 下面就应该要出现的音 好,那这里有什么音呢 我写出来先 这边呢 这里有 g appshop cshop e 这个appshop就受这个东西影响的 现在有appshop 那我写下来这边 这是题目的音来的 我现在翻译了 g要变成什么呢 那你就在上面找 找到g 下面出现a 那你就要变成a fshop 那你就在上面找appshop fshop要变成gshop 那你就要变成gshop 第三个音cshop 那我就在上面找 这次找不到cshop 找到c c就会变成d c本身要变成d cshop 即是cshop 即是cshop d也要购买 c就变成de 那你遇到cshop 你就要变成dshop 那这里就要变成dshop 第四个e c 上面找不到e 找到e 找到e e就变成appshop 就是这样 这堆是对的 我自己找出来的 那现在答案给你什么音来呢 你就找出来 这里有a音 这个g 前面有gshop key signature有gshop 所以它是gshop 这粒是b 这粒是f 自然的f 抄过来这边 很清楚谁对谁错 第1个 答案给a 我自己找出来都是a 那就对了 第3个格子 应该要gshop gshop是对的 它又给gshop 那就对了 第4个格子 应该要dshop 但是它给d 没有sharp到d 那就不对 第5个格子 应该要是fshop 但是它给了fnet 那就不对 就是这样 那我做多一下联集给你 譬如 如果你在上面首歌里找到一个e sharp 如果 那你要变成什么呢 下面 那你在上面找 找到e 你就知道e本身要变fsharp 如果esharp 就是sharp了的e 那你就要变了sharp了的fsharp 所以你下面应该要出现fdoublesharp 你遇到esharp 就要变成fdoublesharp 这样的 做多一下 如果你遇到eflat 那怎样呢 那你上面找个e字 e要变fsharp 那eflat了怎样呢 eflat了 这个fsharp也要flat一下 flat了的fsharp就是f eflat就要变成f 如果你遇到eflat 如果你遇到eflat 你就要变成f 那这两条音阶是这样用的 那就完成了 接着和你温习这个 移调找新key 即是怎样找新key 就和 这堆东西有关 它有几款题目会问你的 它会叫你up major second 可能叫你up minor third 或者up perfect fifth 还有三个就是 down major second down minor third down minor third 和down perfect fifth 如果是up major second 你就要找 原本调音阶的 二号音出来做新的调 所以我刚刚就找了二号 A出来做新的调 如果它叫你up minor third 你就找三号音 third不是找三号音 但minor我就要降低半度 所以如果是现在这个case 如果本首歌g major 他叫我up minor third 那我新的调就会是三号音 降低半度 b flat 新的调就会是b flat major 如果他叫我up perfect fifth up fifth就是数第五个音 1,2,3,4,5 5号音 这次是d 新的调就会是d major 是指数第五个音 down其实都是数的 但是down就要由高音 调回头数的英文字 或者数第几个数字 我先写一个数字 1,2,3,4,5,6,7,1 如果他叫你down major second 那这一层呢 那就由1 反过来数两下 数完自己 1,2 就是7号音 你特意记住这个major的minor second down 你要降低半度 即是你要用7号音降低半度 如果这首歌原本是g major的这个case 我新的调down major second 新的调就会是7号音 降低半度 7号音现在是f sharp 降低半度就是f 那我新的调就f major 7号降低半度 如果down minor third 又是调回头数三下 1,2,3 就是6号音 不用加降好的 直接找6号音就可以了 down minor third 如果原本这个case是g 本身是g major 他叫你down minor third 你新的调就是e major 那你这里就会是e major 这条也是e major down perfect fifth 向前数五格 1,2,3,4 就是4号音 不用加降好的 你记住这个 不是很难记的 数字是能数到的 你这样数 或者这样数就可以了 这个绿色的数字 接着你就要记哪个要加降好了 up minor third 你识音程 你就应该知道是要加降好的 但是这个 down呢 你就帮我死记 总之7号的那个下 down major second 你就要加降好的 down minor third 你就不要加降好的 你熟了这个 你就找到新key 找新key 下是很重要的 你新key错了 你之后的翻译就会错了 就是这样 你找到新key 然后你做那些翻译 又对 那就对了 就是这样 2.4 他就问你这三个谱 其实弹出来都是那些音来的 但是就有些人是高点八度 有些人是低点八度 他就叫你比较一下之后 看看下面三句说话说得对不对 那逢是做这题 我固定用一个方法 方法就是这样的 这个五线谱 方法就是你找个五线谱 考试你可以有五线谱 就不要有这些字 你找了五线谱可以进去考试的时候 那钢琴谱 钢琴谱是有高音谱上面 低音谱下面 这样 那这个位置就撕到c 这两个是同一个音来的 如果高一个音 例如高一个音 这个d 那我就不会画在这里 我就画在这里 这两个都是同一个音来的 那我画其他c音 这些就是c 这些就是低音c 搞了个高音c 这两个是同一个音 这两个都是同一个音 我们用个五线谱去看看 那些音高还是低 第四线谱 题目a这个是bass clef 下面加一条线 再低一格的d 就是这里 题目a是这个音来的 低音谱 高一个音谱 题目b 高音谱 下面这个d middle c 上少少的d 就是这里 这个是d 但这个是题目b的音 题目c 比较困难一点 比较困难一点 它是autoclef Auto clef的middle c是这里 下一个c 就是这里 即是它是middle c下面的d middle c最接近的d 不要再去下一个d 它是middle c 下面的d 这个低音c就是我现在的低音c来的 上面这一格 即是这一格 题目c的这里 第1个音就是钢琴谱的这个音 好,那我们可以比较它的音高 这些回答问题 你看看,第一看 它问你b and c are at the same pitch b和c是否同音高 不是啦 b和c有一个八度的距离 不是同音高 a is one octave lower than c a是不是比c低一个八度呢 那是啦 c低一个八度 然后就会找到a这个音 c这题呢 他说b is one octave higher than a b是不是比a高一个八度呢 高就是高了,但是高了两个八度 一个八度 两个八度 所以都是错的 所以答案就是这样 方法就是这样 每次遇到这题都是这样做 画个钢琴谱 3 3.1呢 他就问你 这些key signature 哪个画得对 哪个画得错 那你看了首歌本身什么调先 他说了给你 他说 要一个b flat minor的key signature b flat minor的relative major d flat major d flat major是五个降号 b flat minor都是五个降号 那他全部都五个降号 五个降号的次序就是 b e a d g g c f 刚好画的次序一定是这样数过去的 b e a d g c f 还有形状一定是这样的 四个clap的形状都很像的 b大概在谱的中间 e就会在上面 a就会下来 b e a d b e a d c g c f 形状一定是这样的 那你看一下他的音和形状是否合适合 第一个 高音波他画得对不对 形状就像了 不过音是错的 第一个要是b flat 刚刚刚他画了g flat 就不合适合 这个bass clef b 他画得好似对 但是不合适合 因为我刚才说 b flat 这个是对的 但是e flat要在上面 这粒划错了 一定要在上面 这粒划错了要在上面 如果他画两粒划在这里 b e a d g 那他就会是对的 但现在不合适合 这个呢 这个b flat是画得对的 b e 但是a要下来 如果他在第三粒这个flat 画回来就对了 但是他现在画在上面就错了 错了 所以这个呢 你要记得这个形状 四个clef的形状都一样的 而且你仔细看一下 是不是真的那个音 那就行了 3.2 这次呢就是 这些星号的key signature 他要fsharpmajor fsharpmajor6个星号 星号的次序呢要是 f c g d a e b 次序一定要这样 应该画到高高低低,因为形状是这样的 在高点的地方找f c又会下来 g又会上去 d又下来 到第五下 a shop 就不跟这个次序 就再下来 上去找回 e,找回 b 高音谱号 低音谱号 和你的auto c clef 都是这个形状的 Tennessee curve这一个 是不同形状的 先和你安集一下 Tennessee curve 第一下f要在低一点的地方找 上去找c 下来找g 上去找d a e b 有三个形状是这样 Tennessee curve形状是这样的 那我们看一下他们找得不合 第一个 低音谱号这个不合 第一个要是f short 这个是a 不合 Auto clef fcgda 也对 e就不合 e就说在这里 你看看那个形状 这个就错了 高音谱号 f 高一点的地方找f fcg要上来 d对 a对 e 只得这个不合 不合 这个对 Tennessee curve 是用这个形状的 下面找f的 下面找f fc g d a e 对 对 3.12就是这样 你肯定认识了这个 这两分一定得到 3.3 他就有三 有 有首歌在这里 他就没有用到key signature 去表示那些升降 好 他每粒音 要升降的时候 他就会 画在前 音的前面 即是用了Ascidental 他就叫你 猜一首歌是什么调 平时有key signature 你就会直接猜到 一模糊的面 我先说一个方法 我们做这题的方法是这样的 我就会写fcgdaeb 然后如果我看到降号 看到星号 看到什么都好 我就会在这里做个记号 如果那些星号很整齐地 由左手边排过去 或者看到那些降号很整齐地 右手边排过来 需要顺便排过去 那你就可以猜首歌是major key 这两种情况都是major key 例如这个三个星号 在左边 平时如果你看到key signature 有三个星号fcg fcg在前面 那首歌就是 A major 那你会看到五个降号 B E A D G 那如果平时看到首歌前面 B E A D G 那你就知道首歌是D flat major 那一定是major 整齐就是major 那什么叫不整齐呢? 可能你会看到 这个case 这个就要这样 你可能会找到这样 前面好像很整齐 然后呢 无端端有一个 星号走了去那边 漏空了一些位 或者你遇到有 Double shop 或者你遇到有些降号 但是呢 他又少了一个 应该少了哪个呢? 很复杂 总之就是 少了一个 可能中间漏空了一个 那这些情况 就可能是minor 整齐你就猜了 不整齐你就 知道是minor 然后再看看是哪个minor 好,那我们用这个方法做啦 现在我写F,C,G,D,A,E,D 在哪里有的 F 我正在做这个A 好,这里有什么降号呢? 我就画了记录上去 A,A,E,D,B,B,B,A,G,D,B 整齐五个降号 在右手边 五个降号的major key 继继续下一个 F,C,G,D,A,E,B 继续下一个 F,C,G,D,A,E,B G-Sharp,A-Sharp,C-Sharp,D-Sharp 現在好像是整齊,排在左邊 但Double-Sharp就當作不整齊 那就一定是Minor 那就先查一下Major答案 究竟是G-Sharp還是D-Sharp呢? 這題的提示給你就是 不整齊的音 現在是F-Sharp 就是Minor Key的7號音 它會給7號音不整齊 做Hints 給你找答案 現在F-Sharp是Minor的7號音 那是什麼Minor呢? 那你先找下一個英文字母 7號音,找1號音 F接著就是G 然後這兩個音要是半音關係的 F-Sharp和G不是半音關係的 F-Sharp和G-Sharp才是半音關係的 1號音是G-Sharp 即1號音是G-Sharp 那一條就叫G-Sharp minor 就是這條 我已經找到答案了 但我再解釋給你聽 為何肯定到是它 以及為何一定是D-Sharp 那G-Sharp我先完成它 G-A-B-C-D-E-F-G-Sharp G-Sharp的Relative Major是B Major B Major五個聲號 所以我要升五個音 F本來是Sharp F-C-G-D-A 然後Miner Harmonic Minor 我們會升高七號 就變成F-Double-Shop 那這條就是G-Sharp harmonic minor 那你比較一下 現在上面 我剛剛找出來的 是否一樣情況 G有升 A有升 B沒有升 C-S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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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Sharp E 就不升 F-Sharp 就變成F-Double-Shop 是否跟這個情況一模一樣 那就肯定G-Sharp 對的 如果D-Sharp minor 我自己寫一條D-Sharp minor給你看 D-Sharp minor relative major是F-Sharp major 它們都是六個聲號 六個聲號 F-C-G-D-A-E F-C-G-D-A-E 全升了 那七號音會升高成C-Double-Shop 所以一定要有C-Double-Shop 給你做Hint 那它沒有出現C-Double-Shop 而且Miner第六、第七號音可以有變化都可以 可以有時會升高 有時會會 升高或者橫軟 但前面五個音是不能改的 D-Sharp 它有D-Sharp E-Sharp 它沒有Sharp 不可以的 它有用E音的 它不Sharp 不Sharp 就不會是D-Sharp F-Sharp又不能改的 它變成F-Sharp 已經不像的了 雖然G-Sharp又有A-Sharp 但這兩個音都不像 所以D-Sharp Miner就一定不對 如果你不肯定 你就要好像我這樣 把那條Miner音階寫出來 你有這兩條Miner音階 用來再比較一下上面這個情況 看看哪個正確 那就一定找到答案 如果不是 好像我剛才這樣 找到七號音 不整齊那個音是七號音 猜一號音出來 你就會知道哪個Miner 其實 C這個 現在有F-Shop 有G-Shop G-Shop完又不Shop G-Shop完又不Shop 剩下三個給你選 這個 升下不升下的音 就是七號音 奇怪的 那是七號音 如果你寫一條Miner音階 這次寫下來 這個 一會兒比較另外那兩條給你看 7號音 7號音是這個G-Shop 那1號音是哪個呢 就是A字 G已經遇到A字 A 有沒有Am 有 那我選Am 你不肯定就自己寫完Am出來 看看是不是會這樣 會有F-Shop和G-Shop 然後有時有Shop 有時不Shop 會不會是這樣的 Am寫完英文字母 Am本身用G音 Am母聲降好 這條Am 是 Hermonic minor 會升高7號音 有時也可以不升 6號音 有時也會升高 Melodic minor 會升高6號音 現在F-Shop和G-Shop 就升了 原本首歌是沒有升高7號音 Am 那為何它升F-Shop和G-Shop 因為它那一下正在行Malodic minor 所以你就會看到F-Shop和G-Shop 那就是Am 不肯定你可以看其他的 F-Shop和G-Sh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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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A先生 Amajor有三個聲號 三個聲號升FCG 它會升高7號音給你做提示 這條是原本Fshop minor的音階 它會升高7號音給你做提示 這個情況你一定要找到Dshop 才會是Fshop minor 它有E也沒有sharp 6號7號音可以有變化 但前面1至5號音是不能改的 看看是否正確 Fshop是有的 Gshop是有的 A B母聲也正確 但Cshop 一定要有Cshop 不可以有C natural 它有用C音的 它特意不升 但如果是Fshort minor 就應該要有C Sharp 但它有用C音 它又不sharp 那我就肯定它不對 它又沒有7號音給你 然後這個音它又用不對 不是Fshort minor 還有那個答案是B minor B minor的 B minor的relative major是B major B major B major有兩個聲號 兩個聲號 C 這條是B minor B minor 通常7號音會升高 給你做提示 我們看看前詞 我想要A sharp做提示 它也沒有A sharp 它有用A音 但是沒有sharp 那就不是的 6號7號音可以有變化 但1至5號音不能改變 又是要有C shop 有C shop 它有用C音 但是它又不升 那就不似 App shop它有升是似的 基本上你都是看7號音有沒有出現 那你就肯定到是哪個 minor 就是這樣 你看 3.4 它這次要一條G flat major 它已經畫了 不過漏了兩個音 叫你填下去 那你就自己完成一條G flat major G flat major 6個比 B E A D G B E A D C X這個位置要是C flat Y的位置要E flat 就是這樣 完成 3.5 3.5 就這樣的 它說這條一定是 minor音階 但是它漏了一個clef 它是問你要填哪個clef 它才是一條真正的 minor音階 它才是一條真正的 minor音階 它才是一條真正的 minor音階 那我們的方法是這樣的 所以這些一條第四個音階 最終是有的 Doremi的聲音 還有Fasola 頭五個音的全音半音關係 一定是全半全全的 第六、第七個音有時會升有時不升 所以全音半音關係就很不肯定 但前面五個音全半全全就肯定 所以我們檢查一下每個Clap都放進去 看看頭五個音 這條是下行音階 頭五個音就在這邊 那它就要是全半全全 我們逐個Clap檢查 通常你就可以找到三個錯 然後一個對的 那就搞定了 有時不幸運,你就會找到兩個有機會對的 有兩個Clap都做到頭五個音全半全 那到時你就要檢查六號、七號音 看看哪個才是真正的 minor音階 通常你都可以否決到三個錯的答案 好,那現在這條音階了 那今次在這邊數過去 因為它高音向低音 那要是NATI DORENI的聲音 那要是全半全全 好,如果我畫高音譜號 就在這邊 那現在這條是甚麼調呢? 不是甚麼音呢? 高音譜號就是A ABCDE 第三個音有flat AB是否全音呢? 是的 B、Cflat是否半音呢? 不是 B、Cflat你按下同一個鋼琴 不是半音 高音譜號錯了 低音譜號 如果低音譜號是C 對的 Cflat minor 已經看到了 C、D是否全音呢? 是的 D、Eflat是否半音呢? 是的 Eflat、F是否全音呢? F、G是否全音呢? 咦,暫時低音譜號勝出 一定要看其他 如果是Auto Cclef 即是這個 中音譜號 這顆是B來的 B、C是否全音呢? B、C是否全音呢? 我們要全音在這個位置 B、C不是 B、C半音 是否錯 Tenor Cclef 這顆呢 就是G來的 Tenor Cclef 哎呀,好像對 G A、B、C是否全音呢? A、B、Flat 是否半音呢? 要半音呢? B、Flat C是否全音呢? C、D是否全音呢? C、D是否全音呢? 是呀 哦,這兩個都對 那怎麼辦呢? 你便要檢查 這個六號、七號音 完成了六號、七號音 我畫得 應該畫得闊一點 我塗了不對 高音號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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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剩下這兩個 哪個是呢? 完成了它 C、D、E、F、F、G A、B、A B、A B、C B、E、A B、E、A 那其他又沒有降到 那這就是完整的Cm 那它是向下 就是那個 那就是那個 那就是那個 那就是 那就是 不用升高六號、七號音 原本直出就可以了 那就是三個降號 那這就是Cm 來的了 G、A、B、C、D、E、F、G 然後又flat 然後又flat了這兩個 那它第一個音是G 那應該是Gm來的 Gm的relative major是Bb major B分 major是兩個降號 降到Be 所以G分m也降到Be 那它降了B 降了E 是OK的 但是不會有F-flat的了 沒有F-flat的了 Gm用F-flat的了 Gm用F-flat的了 怎麼會有F-flat的呢 除非F-flat 就是對 所以不對 Tenor C-flat 就找到Cm 它是Bass Cap 這次呢 頭五個音 檢查呢 就找到 兩個有機會對 那你就要看六號、七號音 好,第二台二 我們又逐個 完成 我不用拿鐵到Ami了 這裏要是全半全全 頭五個音 第一個是甚麼音 如果我放高音譜號 這顆是G來的 G、A、B、C、D 1、2、4、5、6、6 G-shop、A-shop是否全音呢 對 A-shop、B是半音呢 B-shop是否全音呢 C-shop、B是否全音呢 真的對 那音譜號是否正確 暫時適合 B-shop、C-shop 那顆呢 就是B-sho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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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shop,C-shop 那顆就正確 就正確 A-sh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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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shop B-shop 是否全音呢 A-shop B-shop 不正確 Tenor Clave 是F F-G-A是否全音 G-A是半音 A-B-B-不是全音 A-B-B太闊 不是全音 A-B-B中間有兩個鋼琴 不是全音 所以只有高音譜好適合 那就是高音譜好 C 這次是向上音階 Lati到尾面就在這邊 全半 好,第一粒 A-B 高音譜好 不是,高音譜就不是A 高音譜好是F A-B-A V-A-B-C F-G A-B-G F-G 不是高音譜 B-B Тогдаim BCDE A弦B是不是全音? 不是 A弦B太阔了 又不对了 Auto弦 那粒 就是G 好像对 不是 GbA是不是全音? 不是 GbA也不是全音 听了Clap 如果听了Clap,这粒是E EbF EbF是全音 F Gb 是半音 GbA是全音 AbB都是全音 现在这个弹出来就是全半全音 TennerClap是对的 其他三个都不适合,那我就选TennerClap 这次三题答案就是这样 3.6 好 他就问你这个是不是Clomatic scales 以及他写得对不对 Clomatic scales 有些规矩 首先他就会在钢琴上顺次序弹所有钢琴 然后还有 其他规矩 第一个就是 第一个音 和最后的音 是同一个 同一个Letter name 第二个规矩就是所有英文字母 要顺次再出现 全部都要顺次 再出现 你可能找到A,A,B,C,C都可以的 但如果D,C之后你没有了D,然后出现E 那你就要说他不适合 重复 重复 三节 即是如果你找到A,A,那就可以了 但如果跟着出现有B,有B,有B,有B B,B,B就不行了 直接说他不适合 那你检查了这三个东西 接着再检查他是不是 彈到在钢琴那里 那我们一起做 那你先写好音名出来 我们先写出来 这里是 Auto clef,就是C- D,D,D,E,F F,G,G,G,A,A,B,B,B 好像对 你看看头尾是不是同一个字 C-,这里有C-就OK了 C,D,E,F,G,A,B,C 这些英文字有纯次 就出现了OK D,D,F,F,G,G,A,A,B,B都是OK的 没有连续出现三次 那你检查了这几个 他还是好像对 然后下一步就画钢琴 然后你就把那些音名填在钢琴上 顺便看看他合不合 第一个是C-sharp 现在他在音阶向上行的 那我就在左手边找第一个音 C-sharp 接着是D 接着是D-sharp 接着是E,F,F-sharp E,F,F,G,G,G,A,A,B,B,B,Sharp 可以的,这个键可以叫B-sharp 接着是C-sharp 全部字都自己 霸佔一个钢琴键 那就OK了 那就对了 第二题 高音很好 这个是B-flat G,G,F,F G,F,F,F 错了 G,G,G,G 连续出现了三次G就不对了 G,G,F,G,F 就算去钢琴弹得对 也是不对的 我不会这样写的 写的规矩不对 看到三个连续出现英文字母 直接Force它就可以了 3.7 这题它就会问你那些technical name 它会问你这个调的哪个音是否是它 现在这个A 这个是A-sharp 这个A-sharp 我的镜头好像不断震 希望我没有弄到你头昏 这点就是7号音 Bmajor的7号音 因为我肩膀不断撞到那个镜头 B,C,D,E,F,G,A,B Bmajor有五个声号 B,F,C,G,D,A F,C,G,D,A 7号音 1,2,3,4,5,6,7 7号音又是A-sharp Bmajor的这些续是A-sharp 它给A-sharp我就对了 B就对了,这粒是Base clef,D音来的 Medium是3号音 F-sharp的3号音是不是D呢 那我写F-sharp F,G,A 那我不写了 3号音 一定要是A字先 我们不理它有没有升降号 就一定要是A字的 他直接给D字 是不是不对 一定不对 我不写了F-sharp都直接知道他不对 因为3号音应该要是A字 他给D字 试试这题啦,这个是A-flat Dominion是5号音 E-flat minor的5号音 E-flat 我又不对 E-flat minor的Dominion是5号音 1,2,3,4,5 一定要是B字的啦 如果你写完整条minor,它会有flat的 但是你不想它住也好 它直接给了A字 A是属于4号音来的 所以就不对 Dominion一定要是B字 他给A 直接不对 不简单的这两题 好,我写完这条音符给你了 F-sharp minor Relative major是A major A major是3个声号 FCG C在后面 那应该是A音的 F-sharp minor的median是A音 他给D不错 E-flat minor relative major G-flat major G-flat major6个个 好说B,E,A,D,G B,E,A,D,G,C 还有其他讲在后面 不理他 E-flat minor的5号音就是B-flat A-flat不错 这题的答案就是这样 上次做的那篇段 我解释得比之前的那些 更详细 更详细 好像多点点赞的 所以这次 就解释得详细 一点 结果就做得很慢 现在已经1个钟 20分钟 都没做到 现在才对于4部分 不过你也是飞着来看的 你也是会直接飞去 但是看那些 不懂的东西 所以无所谓 那我慢慢做 或者下次我分开两次 做 然后剪回卖童的条片 如果不是很晚份 做到 好 这里4就是全部问你interval 第一件事就看一下 那两个是什么音 现在这个G-sharp 上面A-sharp 接着就写大调音阶 下面那个音开始的大调音阶 下面那个sharp 我就不写那个sharp 音的major 我写G-major就算了 因为你都没有G-sharp major 这条G-sharp major 那你找一下A音出来 这个G-A 就是 两度了 你在这个大调音阶里找到的两度都是major second 大调音阶里找到的都会是major或者perfect的 我有时候会说它是正常距离的 major或者perfect 1245就给major 不不不不不不不 2367 2367就给major 1458就给perfect 那现在G-A就major second 那题目问你什么呢 题目问我G-sharp A-sharp 不是G-A 那我就要想 G-A这个距离 就叫major second 如果G-sharp了 G不是向那边移动的 距离会窄了一点 B就弄到 但是A又sharp了 A又退了去那边 那大家一起向高音那边退 那距离就没有变过了 所以距离继续是major second 那我就要找major second答案 但是 G-A本身是两度而已 12 但是你看这里飞多远 所以它超过一个8度 所以它是compand的major 或者9度 加7就可以了 compand 或者9度 所以会是major 9 或者compand major second compand minor second major 9有 major 9来的 major 9度 低梯 那你先看了些key signature 找到这里的降号 它有bea 那这些降号会影响这两个音的音名 现在这里是d 这粒是a a flat 就影响了它 变了a flat 然后你就不要理它了 写音阶不是写这个调 写音阶是写下面那个音开始的音阶 所以我今次就写dmajor 下面应该不是d 所以我就写d 我看到上面是a字 那我写到a字就算了 不写完都可以 dmajor两个声号 fc c在后面 这个dmajor音阶来的 da 就是正常的5度 正常的5度 你就给perfect dma就是perfect5 题目比是da flat 就不同了 d音就对了 a flat了就会向右手边移动了 那就弄到距离 窄了 距离窄了少少 窄了一下 perfect窄d就要叫做diminished 答案diminished5 da flat就是diminished5 da就是perfect5 da flat就是diminished5 继续隔离佬 这里是f音 这个b音 无声降好影响它们 写下面那个音开始的音阶 写到b字 这里是fmajor fmajor一个降好降b flat b flat就是正常的距离 1 2 3 4 4道正常的4道叫perfect b flat就是perfect4 题目问你是fb 有点不同 f就正确了 b flat要变成b B就要向高音那邊移動 右手邊 距離就比這個寬了一下 寬了的perfect就叫做augmented augmented 4 Fbb就是perfect 4 Fb就是寬了一點 所以叫做augmented 4 4.2就不用問你的數字 但是你又要知道那個英文字 所以也是要自己做一次 現在這個是bass clef 這個是A音 這個是Fsharp 寫音階下面那個音開始的音階 major音階 Amajor Amajor三號聲號 F,C,G A,Fsharp 就是正常的1,2,3,4,5,6 正常的6度 你叫做major 這個major是6 A,A,Fsharp Fsharp A,Fsharp A,Fsharp Fsharp B,E,A,D 它会影响这些音的 现在这个是D音 在flat中D 上面的是G G就没有flat 好了,看完这个key signature 有没有影响它们升降之后 就不要管它了 写音阶不是写这个调的音阶 写下面那个音开始的音阶 所以我要写Dflat major Dflat major 5个降好 B,A,D,G 完成了 我找回D和G D和G是1,2,3,4,4 正常4度叫perfect Dflat,Gflat,perfect4 题目问的是Dflat和G 有点不同 Dflat就适合位的 上面的音就不是Gflat 要G Gflat要变G 就要高音一点 高音一点就向右手边 那就弄到这个距离会闯了 Dflat,Gflat是这个距离 Gflat要变G 那就会闯了 闯了的perfect就叫augmented 所以这个是augmented fourth compact augmented fourth 好,最后C 这个是A sharp 这个是E 没有key signature 写下面的音阶开始的音阶 下面的音阶有sharp 我就先不理它 写A major 因为你都没有A sharp major 可以用A major 可以用A major A major是三个星号 F,C,G 你找到A和E 出来的 这个是多少度 1,2,3,4,5 5度 A,E 这个就是5度 正常的5度是perfect A,E就是perfect 5度 和题目是否一样 不一样 因为A sharp 现在我先移动A A要变成A sharp 就要向高音移动 再移动一下 向右手边 E这次不用移动 高音对了 令到这两个音的距离窄了 虽然A是sharp sharp 反而令它窄了 我用手办给你看 左手扮低音 好像钢琴 左手是低音 左手是A 右手是E AE就是perfect 5度 因为我写了A major 题目的A sharp E A变A sharp 就要向钢琴的右手边 动才变高音 sharp 之后距离窄了 窄了一下的perfect 就叫Diminished AE就是perfect AE就是perfect A sharp 就是Diminished 5度 4.3度 4.3度 它就给你一个音程 给你最下面的音 叫你画上面的音 那现在这个就是B flat 那要Major6度 要是什么音 那我写音阶 写下面的音 开始的音阶 写到第六个吧 B flat major 2个讲好 Be 那现在这个6度呢 B flat G 就是1 2 3 是6度 刚才自己数出来的嘛 6 正常6度叫Major B flat G 就是Major6 那我真的要Major6 那我就给他一个G 画一个G 就行了 就是这样 加上来 前面这里有声音FCG 它会影响这个音的 现在这个是G 所以它是G shop 然后写音阶 就不看这个了 不是写这个调 写下面那个音开始的音阶 而且它下面是G sharp 我逢是遇到Sharp 我都不写那个Sharp的音阶 没有的 那就用回G音阶就可以了 我写了G major音阶 这些是有点复杂 我慢慢解释 那它要Major9 那它就超过8度 那你先减7 那你先减7 就是2度 就是compound second 之后要找2毫音 G A就是这个9度 或者compound second 就是major second G A就是2度 或者9度 那就是major second 因为G major 就是这两个音 正常距离就是major second 那我现在要minor 那我先移动下面的音 因为下面的音不对 下面要G sharp 那我现在这个G 那我先移动 我先移动 我先移动 那我就移动了这个距离 距离就是窄了 G A这个距离是major second 那如果G sharp 那就是窄了 那G sharp A就是minor second G A是major second 那我要G sharp 那我就移动一下 弄到距离窄了 那这些格就叫minor second 这些题目就要minor 那就可以了 G sharp在下面 那我要挖回A在上面 那因为它是9度 compound了 要高一个8度 那我要挖到上来这里 所以答案就是这个A C了 C了 这个音呢 F sharp 来的 我要compound perfect 4 那就写音阶 我遇到下面是sharp 我就写没有sharp的音阶就可以了 但F sharp major 我们是有的 我一会用完给你看 两个都找到答案的 我试试用F major 找答案先 F major F major 就一个说好说B flat 所以F B flat 就是四度正常 那现在题目那个呢 它是要perfect 4 但是下面的音要是F sharp 那我要动一动它 F变F sharp 就要向高音那边移动了 那它就弄到窄了 那就不再是perfect 的了 就减少了 那我还想要perfect 的 那我就要动一动它 F变F sharp 那它距离就会继续一样 现在红色的距离和绿色的距离是一样的 两边一起动 那音名呢 F single了是F sharp B flat single了是B F sharp B呢 就会继续是perfect 4 两边一起动 perfect 4 所以题目它要perfect 4 那我就要给B音它 而且要compound 所以很远 B音 就给这个B 用F major 都找到答案的 同一个字就可以了 不过呢 用F major 那你就要动回左手 动回低音这个 把它变成题目的app shop 那你有app shop major的 都可以找到答案的 一样可以的 F sharp major6 的声号是FCGDAE 那这次就简单点了 用F sharp major F sharp B就是四度 正常 F sharp B就是四度 perfect 4 F sharp 那你给B 就是perfect 4 就是这样 跟我们找出来的一样 不过问题是 下面的音有声号 就麻烦一点 你只有F sharp major 而已 所有声音的 你看看你有什么调 可以用的 你有什么major scale 可以用的 C major 有D major 有E major 有F major 有G major 你也有的 但是你只有F sharp major 而已 A B C D E G 那个sharp 都是没有major 音阶 给你用的 所以就做不到 那你就用F 用F 就是natural 那个音阶 大调音阶 反而降好就方便一点 你有B flat major 你有B flat major E flat major A flat major A flat major D flat major 你也有的 G flat major 你也有的 那你遇到这些音 你就可以用A flat major B flat major 找答案 就是这些音在下面的话 那是C flat 你就没有的 那你就用C major F flat 你也没有major 那你就用F major 那这些E sharp 你也没有的 你就用E major D sharp 你也没有 你就用D major 就是这样 你应该知道自己有什么major 你有15条 有15条 有15条major 可以用 D了 现在这个是G flat Flat 我又示范一下 用不同的音阶 帮你找答案 今次要major 三 G flat major 我记得是有的 那我就用了 我需要三个音而已 G flat major 六个个比B E A D G C B E A D G C 完成了G flat major 就是一半 这个G flat 和B flat 就形成一个正常的三度 那就是major 三 那答案 我就要B flat 那我就给B flat 那我就给B flat 就是这样 那我用G major 也找到答案 G major 就是一个声号 升appshop 那G B 这里也是major 三度 但是题目要G flat 那我就要动一下这个距离 现在G B 是major 三 那我G flat 了一下 B又不动 那么这个距离 就阔了 阔了 就变了augmented 但是题目要major 那我又要把它变回 major 那我就要G flat 是ok了 是我想要的东西 那我就要移动这个 向那边移动 那就是B flat G flat B flat 又变回 major 其实两个一起移动 你看 左手是G 右手是B 是major 那我左手变G flat 右手变B flat 两个一起移动 那还是这个距离 就是major 那答案就是B flat 那我问B flat 那我问B flat 两个都找到答案的 哪个方便 你是不是用哪个 5 就和和言有关的 第一题呢 它就是有个有首歌 它叫你配和言给它 那我们考试就用1 2 4 5和言 那还有呢 你要跟Cadence 这个Cadence 就是每一句 它分好了 第一行就是一句 第二行就是第二句 每一句的后面这两个 后面这两个和言呢 就有几个组合你可以用的 其他组合不用得了 你可以用1 5 5 1 你可以用5 1 5 1 这种就叫perfect cadence 你可以用的 你可以用4 1都可以的 这个就叫play go cadence 你可以用 还有imperfect cadence 就是后面这个是5 前面这个是什么都可以的 1 2 4都可以的 那当然不会5 5 所以这里是1 或者2 或者4都可以的 所以呢 最后这一格呢 是1或者5而已 不会有2和4的 那这些就是cadence 你可以用的 那我就开始做这题了 首先你要知道首歌是什么调 那它这题就不告诉你 你听什么调 你要自己看 那你看key signature 它就一个降号 一个降号就是f major 那会不会是d minor 那你就看下有没有 临时升降号 如果没有呢 就不会的 如果有呢 就再想 那现在没有呢 就是f major 下一步呢 你就写f major 这个降号就是f major 然后将它变成和言表 那这是我那个教学呢 都很清楚解释了怎么做的 你去看那个教学吧 我不解释那么多 1号和言fac 2号和言gbbd 3号和元bbdc 5号和元是gd 好 donc我让让我们去看这两件得给我好 我就会先做后面这个 因为这个选择少一点 只是1或者5,不會有2和4 那這裏有什麼音呢?有GC 我用1行不行呢? 如果用1和言 1和言就中到C不中G 中得這顆 但如果用5號和言,就CG都中了 那就用5號好一點 那根據Cadence,如果後面是5 前面是1,2,4都可以的 可以做前面這個 有什麼音呢?有Bb,F,D,Bb 有沒有和言可以中它們呢?有的 這個是4號 Bb,D,F可以中這些音 那我就選4號 做完了,第一行 第二行 做到最後,這裡只剩下F音 那你一是用1,一是用5的 不可以用2和4的 那你就看看1行不行 1就中到的,F音 5號和言,C,E,G就不中F音 所以就選1號好一點 如果最後這個是1呢? 根據Cadence 前一個就是1是4,1是5 1是4,1是5 不可以用2的 不可以用2的,1也不可以用1 4和5中間選一個 那有什麼音呢?有Bb,D,Bb,A,G,F 5號和言,C,E,G 如果用5號和言,C,E,G 可以是一個音都不中的 一個音都不中 4號和言,Bb,D,F 就中到 Bb,D,F 中了這些 5號和ヒ Bb,D,G,B,F D-flat就選擇這個,2號中了 就是這樣 45和241 5.2a 5.2他就告訴你是什麼一條 D-major 那你就寫D-major 就是這樣 然後你把它化成一個和言表 1號和言是D-F-A 2號和言是E-G-B 4號和言是G-B-D 5號和言是A-C-Sharp-E 我有沒有說這題做文? 沒有 這題他就問你這裏是什麼Cadence 就是剛剛說的那些 那這兩個 這句最後的兩個和言 組成了一個什麼Cadence 那你就在這裡剪輯 那就是問你這兩個是什麼和言 那這兩個是什麼和言呢 就看看有什麼音 這裏有A-A-E A-A-E-C-Sharp-E 那可以中了A-C-Sharp-E的就是5號 那這裏有什麼音呢 D-A-F-Sharp-D D-F-Sharp-A就是1號和言 5-1這個組合就叫perfect cadence 做完的了 下一題 他告訴你是G-major 那你就寫G-major的音階 我把這個和言表 你把它變成和言表 1號和言G-B-D 2號和言A-C-E 4號和言C-E-G 以及5號和言D-F-Sharp-A 這個組合就是5號和言 2-5這個組合就是imperfect cadence 這個組合就是imperfect cadence imperfect cadence 總之5號在最後 就是imperfect cadence 這題的答案就是這個 4.2 5.2 5.3 5.3就說他記錄了3個和言 然後叫你給名 A這個就要給名 B這一串就要給B的名 那你也要知道這首歌是甚麼調的 他有很好的人說了給你知道 The key is B-flat major 你不用想一下是甚麼調 那就是寫音階 B-flat major 兩個說好說B-E 然後你把它化成和言表 這次呢 這題要用A-B-C 和言表上面的A-B-C 1號和言B-D-F 2號和言C-E-G 4號和言E-B-B-F 5號和言F-A-C 可以去做了 這個A和言有甚麼音呢 這裡有C-F-C-A F-A-C就是5號和言 5號和言 來的 那你要想起這個世界英文字幕 他最低的那個音 是哪個音呢 C 那就是這個5號和言的5號 那就是用世界C表示 所以就加一個C 在最底的那個音的 那個A-B-C 那如果它是C音在最低 即是它是5號和言的2nd inversion 它選擇了這個音做最低 那就是用世界C表示 所以這個就是 D-O-M-L-C 5號和言 2nd inversion B這裏有甚麼音呢 它有E-F-C-G-C E-F-G就是2號和言 那這次最低的那個是甚麼音呢 E-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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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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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號和言,那它是什麼位置呢? 就看最低的音,最低的音是G G在4號和言,它是三音來的 它是root音,根音,三音,五音 三音在最低,就是first inversion 從世界B表示,所以就是4B和言 這題的答案就是這樣 6 意大利文呢,我不用和我的同學生背 你可以撞答案 適合這個G,Morando就是dying array 有時你可以 猜的,因為意大利文有時和英文很相似 這個相似,你可以猜它 這個相似,這個相似,這個相似 你可以猜它,其實我真的知道 剛好這三個都知道 這個就真的是這個 Lively 英文字很相似 這個就真的是這個 可以撞到 可以撞到,撞得聰明一點 選一個像樣的 串法差不多,有時都會適合 6.2 這個就不能猜 你真的要認識的 裝飾音 這些是written out的裝飾音 把裝飾音要彈什麼音 就寫了出來 其實它是一個什麼裝飾音 你要選擇 名字 這個d 這個樣子 它是一個upper modern 其實它本身是一個d音 它就加了這個裝飾音 彈了這個音之後 彈一下上面的音 再彈回這個音 就是這個樣子 dd 這種就叫upper modern 但是如果它是fed 這樣 它不是modern的樣子 modern一定是原本的音 上一顆下來 這樣就會是asicatura 這個不是 它是dd 這樣就叫upper modern 這個呢 它就是trill trill就是你要重複 那兩個音 兩個鄰近的音很多次 dcdcdcd 有時候它會c 即是原本的音開始 有時候就高一個音開始 現在這個呢 它原本的樣子應該是這樣的 它原本這個 應該是一個c 然後上面就加了tr 彈法呢 可以彈了c d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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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提答案就是trill,但如果只是CDCBC,就会是turn Upper turn,CDCBC,或者不弹这一粒也可以,DCBC也是turn 但这个就不是了,因为它有前面,CDCDC就要trill 6.3是和乐器有关的,第一个它问你Obo是否single read instrument 不是,Obo是double read instrument 这些你要知道的,温习一下 Obo是wood wind instrument 木管乐器组,有Piccolo,最高音,Flute 它两个不用黄片的,下面这些全部用黄片的 有Clarinet,Obo 有English horn,什么Conanguilas 有Bassoon,这四个全部都用read的,Clarinet是用single read 一块的,它们全部都是double read 木管乐要知道哪些是read Piccolo和Flute不用read,Clarinet用single read 其他Obo,English horn和Bassoon都是用double read的 所以现在问你,Obo是否single read 那你就要答不是 Obo是double read的 Trumpet是否transposing instrument 就是的,全部transposing instrument 你都要混集的,真的会问你的 在这里,Clarinet是transposing instrument Obo不是,English horn是,Bassoon不是,Piccolo是 那你就背了,因为真的不会问的 有一两分的 Fowlin会不会用autoclef呢? 就不会的 Fowlin小提琴人,只是看高音谱号touble clef Auto clef是这个 中音谱号 就只有Violla看的,没有人会看的 只有Violla看的 其他人可以识识,但不会用的 所以Fowlin平常不会用的 不会用autoclef的 False Violla 就会是对的 Bubble tone voice has a higher range than a tenor voice 是不是呢? 就不是的 那这些唱歌人 唱歌人 1集 唱歌你可以先记住这个 SATB 4个唱歌人 那就是Seprano Auto Auto Tenor 和Bass 中文容易记 女高音 女字写到 像型文字 女低音 男高音 男低音 我现在就跟了他们高低音的次序 Seprano,Auto,Tenor,Bass Barrie tone Barrie tone 是哪个呢? Barrie tone 是男中音 就是Tenor和Bass 中间 所以Barrie tone 是不是高音 Tenor 不是的 Barrie tone 是低音 那 女中音 Barrie tone 就是Messosoprano Messosoprano SATB 先记住4个 女仔高音 女仔低音 男仔高音 男仔低音 然后记住他们中间 女中音 男中音 Barrie tone 那就记住了 Tenor 是否是Sound of indefinite pitch ib기� 就是在那个酵激乐器 不是音高 就是 shoving 便搵一声 就是按摩一声 就是没有音高 有些位可以持有音的 也可以地搵擰 他也 не 아닌音 所以就叫作 Barrie tone Driangle 的� 분� 是Barrie tone 這些都要温泽 那个 第七 第七就是它有首歌 然後就會問你很多關於這首歌的問題 你要走進去找答案 7.1就簡單的 我們用固定的方法就做到的了 它也有三個譜 好,它問你哪些是正確地重寫了上面其中一個小節 即是哪個小節呢? 今次它就說是第六小節的右手鋼琴 右手鋼琴就是高音這邊 即是這個小節 它就重新寫了下面三個小節出來 它就移高了移低了 究竟今次要移高移低呢? 你就看答案這裡 四個答案裡面只有一個正確 它全部都是說 correctly rewritten two octaves lower correctly written two octaves lower 所以你今次的目標要是two octaves lower 即是甚麼呢? 即是它將首歌這一個東西 重寫了two octaves lower之後 哪個寫得對 就是這樣 我們做的方法跟剛才其中一齊很像 簡單的 就是畫鋼琴譜出來 用鋼琴譜去比較音高 現在要去鋼琴聲部 右手鋼琴聲部第六小節 就是這格 這格 這個音是B音來的 高音譜號中間條線的B音 題目就是這個音了 題目的譜是這個音 我們要重寫二 octaves lower 我們要把這個音搬低兩個百度 搬低一個百度 就去到這個B 即是這個B 這兩個同音 再搬低一個百度 就是這個 所以我們的目標是它 這個題目的音 我們看了答案之後 我們知道要重寫兩個百度 lower 就把這個音搬來 這個是我們想要的音 接著我們去看看答案的音 A這個就是Tenner cleft Tenner cleft的中 中半C附近的B 明白嗎 Tenner cleft 中半C低少少的B 就是這裏 A,B,Basecraft第二线的B,不是这个 哦,这个中了,B是这个人,中了B C行不行,Autocraft,Middle C在这里,低一点的 所以只有B是成功中了,所以答案就是Only B 看看有没有可以选择,有,Only B 这题的方法就是这样,用钢琴譜帮你 7.2 提起来,B 他就问你一句话,你要告诉他对不对 A,他说 Lough hand part 是不是 use the treble clef route 鲅琴的Lough hand,即是下面那行 下面那一行是否一直都在彈高音鋪號呢? 下面那一行是否一直都在高音鋪號 是否沒有改過 不是,改了,改了低音鋪號 這是低音鋪號來的,所以就是Force 簡單 第二句,The music is in simple duplot time 是的,Time Signature 二字就是simple duplot timer 溫習一下 這個Time Signature有兩個數字 上面的數字告訴你首歌如何數 一會兒說一下下面的數字 Time Signature有兩個數字 上面的數字呢 二、三、四就叫simple time 六、九、十二就叫combine time 二和六都是數兩拍 數兩拍的 三和九都是數三拍的 數幾拍的 四和十二都是數四拍的 大家都是數四拍 不過數的方式不同 不同就是simple time 就會方便些 將一拍分成兩分 compound time 就方便些 將一拍分成三分 這裏還未拍片 如果有教學 遲些就可以解釋清楚 這裏沒有辦法解釋 二、三、四都叫simple 六、九、十二都叫compact 數兩拍這個東西 我們就叫duple 數三拍這個就叫triple 一小節數四拍就叫quadruple 我不懂得喘 quadruple 所以看上面的數字就解決了這個問題 二字就是simple duple 所以他問你是不是simple duple 我看到二字就答triple 那timestailage下面的數字 告訴你什麼 就是你選哪款音符做一拍 它不是數量 它是哪款音符 四字你就選四分音符quadruple 做一拍音符 如果見到二字 就要選他做一拍音符 它不是經常,都是兩拍音符 如果下面是二字 他就要是一拍音符 minum做一拍音符 你遇到八字 就要選quaver做一拍音符 十六字 就要選十六分音符 做一拍音符 下面的數字是這樣用的 你只會見到二四八十六 三十二下 這樣 是這幾個的 所以現在二二呢 題目是二二嘛 一小節就有兩個二分音符 那要怎麼數呢 一拍兩拍 那這裡怎麼數呢 一拍兩拍 作曲加上來數兩拍 最好不要數四拍 就是感覺要是兩拍的歌 不是四拍的歌 可以數四拍的 如果你想數拍子 可以數四拍 但一首高的感覺應該要是兩拍的 要是兩拍的 要是兩拍的 C了 The music should be played happily 是不是我很開心呢 又是一些意大利文的東西 但是這個字我不懂 真的不懂 那我就不回答了 或者我看答案 不要看答案 我搜尋 立即搜尋 搜尋 什麼呢 怎麼算呢 我猜是sad 口音 說話 t r a u r i g 考試不能搜尋 撞答案 sad 要撞答案 這個字 是德文 不是意大利文 sad 不是happy 考試 不要拿電話出來找答案 那這些 意大利文德文 我就沒有 要求同學背 背到當然要背 但是你背完那些字 一分 還有前面那裡三分 就是盡量記一些 我會選一些出來可以記上去的常用 但是盡量 這題就盡量 7.2D 有兩位 左手聲部 有兩位 鋼琴的左手聲部 是否有兩位 前面呢 剛才說了什麼 就是這個 1 2 左手聲部是否有兩位 下方還有沒有 沒有了是兩位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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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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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